2021年美国编剧公会奖公布了入围名单 在最佳原创剧本奖方面 一共有犹大宇黑妮萨雅 宗旅权不思议 花样女子 极尽的鼓手 和芝加哥七人案金氏审判五部片入围 另外在最佳改编剧本奖方面 有巴勒特续集电影 蓝掉天后 独爆人 迈阿密的一夜 和白老虎五部片入围 美国编剧公会奖颁奖典礼 将于3月21日举行 此事影星莱恩雷诺斯 和布莱克莱福利 这对好莱坞银色夫妻 多年以来乐于从善 他们最近又捐款了100万美金 给未养美国和加拿大食品银行 两个慈善团体 帮助穷人抵抗饥饿 加拿大食品银行表示 莱恩雷诺斯不仅是 他们最爱的加拿大演员 更是他们最敬佩的超级英雄 女星戴米洛瓦托 在个人纪录片 Dancing with the Devil中透露 自己因为沉迷的压力 吸毒过量而昏迷送医奇救 虽然性命被救回 但是健康受到长久影响 不仅脑部损伤 视力也变差 她也因此时刻警惕着自己 不要活在别人的评论之下 这部纪录片将于3月23日 在YouTube平台上映 澳洲歌手西娅首度自编自导的电影 幸福刚刚好 获得了金球奖两项提名 故事描写在祖母去世后 一位患有自闭症的女孩 被交给了她的姐姐来照顾 但是电影却遭到 自闭症社区领导人的抗议 表示片中将自闭症患者监禁 是相当危险致命的 因此西娅表达了歉意 并将删除片中的这场戏 嗨 嗨 我不知道 我叫什么 音乐 是你的朋友Ebo 提示你全新奇幻冒险动画片 寻龙使者拉雅 故事描写世世代代 为龙珠守护者的拉雅家族 决心团结四散的部落 然而他们遭到背叛 龙珠不仅碎裂 还被人给抢走 少女拉雅于是带着 唯一的龙珠碎片 踏上了未知的寻龙之旅 希望能为世界带来重生 电影将于3月5日上映 因为你不相信任何人 你只需要第一步 提示你继阿拉丁和世子王之后 再度将经典动画拍摄成真人电影 101中狗的真人版电影 时尚恶女库依拉 找来人气女星爱玛史东 来饰演大反派库依拉夫人的年轻生活 时尚恶女库依拉 将于今年的5月28日上映 I'm glad that you're sorry I'm cruel 脚头外传电影脚头浪榴莲 于今年的春节期间在台湾上映 短短的14天之内 票房就破了1亿台币 成为2021年首部破译的台湾电影 脚头不仅捧红了隐心正人硕 这回更凸显了爱情跟女性角色 成功吸引了更多影迷观看 我们片段哪个拍摄的时候 七 两 三 四 五 一人都一个角色